基隆市警察局行大征二队到台北查契毒品 查出科信药头与下游毒虫未夺警方 多次刻一约在下班时段人朝拥挤的火车站进行交易 警方昨晚至南港火车站人海中发现毒虫行踪 一路跟随至月台 刑警鹤枪实弹百里性毒虫 当场起初副交易完成的海洛英级注射针筒等物 在月台等车的民众好奇的官网 还问原警你们是不是在拍电影 另批警力埋伏也在车站外大马路逮到毒品通气犯科信药头 也引来路过民众围观 其他警力也同步行动 此次查毒行动共查获二名药头 七名下游毒虫讯后 今天依毒品罪嫌疑基隆地检查数侦办 警方说科信药头在基隆瑞芳南港地区贩售毒品 背负三条通气且居无定所 使用他人名下车辆代步 以免被警方盯上他和在桃园上班的理性毒虫 多次约定下班后在南港车站内交易毒品 远景多次埋伏 虽有看到人但均因人潮太多且交易时间短暂 搜证不易 警方坐提前至火车站内埋伏不住 顺利录下毒品交易过程 里南交易完成后快步进入月台等待火车 远景见机不可施 上前逮人当场在他身上起出海洛英三公克 及注射针筒等物 另外一端远景则在站外大马路上逮捕 正欲驾车离去的科信药头 并在汽车内及住处起出安非他命 48公克海洛英十公克及吸食器等物 科里两人原本否认交易 但看到警方搜证带后才坦承毒品交易 警方在南港火车站外马路逮捕 科信药头 图警方提供分享 警方在南港火车站月台 逮捕李信都重 图警方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